停電大風吹 轉到台北市東區 18號晚間9點多 突然一片黑 原本要睡覺的住戶 全跑出來看 究竟出什麼事 全台三天停電7次 讓缺電再度成為話題 那不是事實嗎 很多訊息都 都顯示出 台灣都是會缺電 頻率一旦高 明月一定會廢 台灣電力拉警報 4月15號傍晚 台電四部機組挑電 導致電力供應吃盡 台電緊急買電拆彈 價格最高 近來到每度12元 應該要有更好的準備吧 就是不能這樣臨時 要去跟人家花更多錢買電 可能還是要從根本上 解決發電的問題吧 是要幫我們百姓 升免經費啦 天價購電讓民眾超傻眼 在網路上也掀起批評聲浪 甚至直呼台電 難道是要點乞丐嗎 15號當天 大概是花了2000多萬來買電 其實不是每一度電 都是用12塊買 當我有特別警局的需求的時候 我可以加價 用比較高的價格去買 學姐部長 你敢不敢保證說 今年不會有限電危機 不會 我們一定會把它做好 穩定供電的這個工作 經濟部長王美花 總是保證會穩定供電 但停電大風吹 每天都在轉 甚至緊急划天價買電 台灣電力到底夠不夠 答案已經很清楚 歡迎新聞中程會宋君 謝愛準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